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车书见 我是高小妹 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 就是别克昂科奇 那我们也知道在国内市场里 别克的SUV序列里面已经有了 小型SUV昂科拉 紧凑型昂科拉GX 以及中型昂科威 那这位新朋友昂科奇呢 是在通用中大型SUV架构下 打造的一个7座SUV 也是填补了目前别克 在这个7座市场的一个空缺 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地来聊一聊这辆车 首先先看到一个外观方面呢 还是别克现在最新的一个家族式设计语言 飞翼式的中网格山 一直延伸到连接着展翼式的 LED日间行车灯 它的头灯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分体式设计 除了上面的日间行车灯 下方是一个主光源 你看这个形状 看着像不像一个倒放的高尔夫球杆呢 我觉得啊 它的前脸是非常有别克 此前发布的那个 Inspire概念车的神韵 运用了很多横向的线条 包括这种层次感 会让它的视觉效果看着更宽一些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轮胎规格是23555R20 并且用到的是米其林轮胎 说下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吧 长是4981毫米 宽呢 是1953毫米 轴距是2863毫米 跟凯迪拉克XT6的轴距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去尾部看一下吧 尾部的风格呢 其实跟前列也是比较呼应的 贯穿式的杜格式条 一直连接着两侧的展翼式尾灯 它的底部有一个logo灯 我要找一下 就是这 你看 我一扫 它的感应是尾门就自己开启了 我们来看一下后备箱 现在三排都立着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竖着放一些小型的行李箱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侧面有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座椅电动折叠按键 包括第三排 它显示的是有电动升起的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先把它放倒 这是第三排的 然后再放倒第二排试一下 还是很快的 并且你可以看到 基本是形成了一个全屏的空间 放一些大件的行李 或者说比较长的物品都是比较方便的 这还是挺好的 好 那我们去车里看一下吧 我觉得昂克琪的内饰会比外观更让我惊喜一些 先说它整个造型吧 你视觉效果上看 它的仪表盘跟中控屏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中间是用到了一些黑色钢琴烤漆面板去连接 所以整个看着会非常的流畅 也很有层次感 虽然说它整个真控屏幕的尺寸没有很大吧 但是你看它的页面布局 就是跟我见到的这个全新一代的昂克拉上面 也是一样的这种车机系统 包括有CarPlay CarLife 以及安吉星等等功能 我们没有拿到它的配置表 所以只能跟大家说说肉眼可见的配置 比如方向盘上面有定速巡航防碰撞预警 还有方向盘加热 那么在这边还有陡坡缓降以及车道保持等等 比较常见的驾驶辅助系统 这样说给我的感觉 科技感还是比较足的 因为你看到这个空调控制区域是也是采用的这种黑色钢琴烤漆的按键 那再有就是在昂克奇上面是首次引进了按键式的电子挡杆 你可能刚刚拿到这台车需要去习惯一下 因为它的倒车挡以及行车挡是需要拉的方式 而其他的挡位是需要按的方式 你刚开到它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吧 但是我觉得有了它科技感提升是一方面 另外储物空间真的大了不少 比如你看到下方 它这里给你提供了一个超大的储物格 我是放了一个镜头的包在这里 这个放进去绰绰有余好不好 而且里头还有一个电源接口 包上方有USB接口和Type-C接口 在扶手箱里头也有 扶手箱的空间我觉得不算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近身很深 说到空间 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就是给你提供到的储物格还是挺多的 那再有说到通用 不得不说的就是它的内饰用料做工 包括你在顶棚上面摸得到都是软性材质 包括还有法式双缝线的座椅 能摸到的接触面基本都是比较舒适的 而且它的内饰材质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达到了欧盟回收标准 全车是带有PM2.5过滤功能的三驱自动空调 这些配置不太能直观的看得到 但是潜移默化的也在保护你 让你处于一个更加环保更加安全的环境里 我们现在去第二排看一看吧 这次我们也主要来看一下昂科奇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表现 首先我现在坐在第二排前排是我的正常驾驶坐姿 我的身高是174 我把座椅已经调整到了最后 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两拳多 那么头部大概还有一拳三指左右的一个距离 以及能看得到的配置 就是有第二排的独立空调控制区域 带有两侧的座椅加热 下方的是USB和Type-C接口 下方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格 它第二排的地台基本是全屏的 再说到它的座椅 乘坐的舒适度跟前排基本差不多 包括它的靠背角度现在也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它的靠背角度也可调 我现在要把座椅调整到最前面 这是最前的一个距离 腿部基本上只有一个一直左右的空间 那我们现在去第三排看一下吧 现在呢我已经进入到了第三排 其实刚刚进来的话 我觉得还算是进入的比较方便 包括它的第二排座椅两侧都是可以折叠放倒 你可以从两边的门进入到第三排 那说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当然现在第二排已经是把座椅调整到了最前的位置 我的第三排腿部空间还有一拳 头部空间也还有一拳 因为第三排它把你的头部空间又往上抛了一点 所以你会觉得坐在第三排没有觉得很压抑 包括它给到你的一个后尾窗也是面积比较大的 那再说到第三排可能就是储物空间稍微小一点 只有一个杯架包括一个小的储物槽 那它的座椅的话 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像蹲小板凳的感觉 当然它对你的腿部的承托毕竟还是要弱那么一点点也是情有可原 昂格奇的轴距跟凯杰拉克XT6的轴距是一样的 比哈兰达的轴距还要再大上一点 包括它整车一个短后旋的设计 也是尽量的为车内的乘坐空间做到了一个让步吧 所以我觉得乘坐空间方面来看 表现还算是不错 今天我们是一个静态体验 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 只能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动力系统 将搭载的是2.0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的是9速自动变速箱 这套动力组合我们也不陌生了 2.0T可变缸发动机加9AT 已经运用到通用旗下的很多车型当中 再说到我们这辆昂格吉他之后 会有两驱以及四驱版本车型可以选 我们这辆是个AWD的全14驱 里面还有三种驾驶模式可以去选择 至于它的上市时间 预计是在今年的11月份左右 包括届时也会有6座版Avenir车型 跟大家亮相 包括价格我们也只能等等才能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在7座的SUV市场里面 像哈兰达土昂都算是非常热门的车型 线下别克也算是填补了 它7座SUV的一个位置空缺 之后势必会跟哈兰达土昂这些车型 展开激烈的竞争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它之后的表现 今天没有办法把它开起来有一点可惜 如果说之后拿到试驾车 或者能够了解到它更多的配置表 车型资料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我是小麦下期再见吧 拜拜